欢迎收看世界观 暑假来到尾星了 这段时间如果去过长途旅行 又或者就来到海外星河 尤其是去欧洲的 有没有留意到 明明地理上距离短过去美洲 但飞机航程好像更长了呢 当众原因和俄乌战事有关 不少航空公司都妖道避开两国空域 近日也有西方航空公司 去内地的航线复飞一年之后决定停飞 分析说这些商业决定 与地缘冲突物不可分 难得长假 不少人都会选择飞走松一松 不过就算带着轻松心情坐长途旗 可能都会问 为什么好像飞极都未到这样 香港飞欧洲主要城市 举例去英国伦敦 直航的两间航空公司说航程要大约14个钟 至近15个钟 相比起以往大约12个钟 即是可能要坐多个几两个钟 比起四五年前的航道 近年航班避开了俄罗斯空域 要逗过中亚高加索地区 再避开乌克兰 经过土耳其再横越欧洲才到部 俄乌战事持续两年多 冲突初期 西方多国禁止俄罗斯航企进入领空 俄方也作出反制 限制欧盟、美加等多国航空公司飞越俄罗斯空域 有评论形容 自此友善开放天空不在 妖道增加燃油成本 有航空业顾问公司估算 航班每飞多一个钟 燃油和人手成本上就要花多九万多港元 而因为俄乌战事 全球航空公司成本合共高了多少 没有实数 但由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的推算可以略见端危 IATA说2024全年全球航班数目 或者仍然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单计燃油消耗已经高出3% 同期的飞机燃油价格 更加飙升了近4.3% 近日英国的维珍和英航 先后决定停飞北京、上海 其中英航这条航线 只是逆后复飞了大约一年 他们解释是因为客量需求不足 内地新浪财经引述评论说 资本臭郭敏锐 欧洲航空公司飞来中国 成本比不绕度的国内航企 高大约两至三成 美国新闻评论网站Fox就说 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 不少航空公司 仍然会取到俄罗斯上空 航程快点 竞争力也提高 虽然大部分乘客 未必会理会搭的航班 会飞越什么地区 但分析就相信 对时间和价格比较敏感的长途乘客 自不言会作出选择 同样格局也显现在中美航班 两国元首去年年底在三藩市对话 其中一项共识是要增加对开直航航班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分析 引述统计划 中国已经用尽调高了的 每星期五十班次上限 但美方航企就只是用了七成 背后也和可否飞越俄方领空 和成本高低等有关 国际形势不断变化 民航供求持续失衡 围住于东亚的香港 航班选择同样受到这类地缘局势左右 意味长途旅客想买更便宜的机票 可能都要继续观望 我们明天继续 世界观观世界